歡迎回到耀才採經台發達廣場的時間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來自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陳維聰先生 Jason Jason 你好 跟大家跟進一下 就是眼周回來的大四周勢 現在這一刻升177點 2065點 而成交額方面仍然比較少 208億 企指數升125點 9824點 而企指方面升223點 2081點 高水是12點 成交兩方面已經超過4萬多張 看看內地股市方面的走勢 現在上證指數跌3點 2104點 而滬深300指數跌2點 2295點 而深淨城指跌32點 8693點 跌幅是不超過1% 這一節就要跟Jason講講 今個星期會有幾間不同運動用品的股份 都是公布中期業績 跟大家一起看看不同用品股的中期業績 看到有李寧、匹克、特步、361度 數字上看到比較好是特步 按年營業額方面 日利方面都有增長 營業額方面 就是按年增長1.4% 而是26億 要問Jason 其實做得最好是否比較特步 基本上中間那一行就漏了一些箭嘴 你看到除了特步 在那個盈利是有0.3%的增長之外 其實另外的三隻 都是出現一個健康 就是所謂倒退的跡象 再連同營業額方面 亦都見到無論是李寧、匹克、361度 其實都是有幾大的跌幅 當中匹克方面 營業額都接近跌了三成 另外如果你看到利潤率、毛利率方面 除了特步之外 其餘那幾隻都是有所收窄 反映了這個板塊在過去的半年來講 整體的營運的數據 或者營運的環境都還是比較艱難 沒錯,好像是李寧 剛才見到日力方面是跌了百成多 其實不單止在5月的時候發了營警 公布業績的時候再次強調 就是全年的收入會進一步下降 其實這隻會不會看得差一點呢? 如果你看到李寧的盈利都跌了百成多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錢賺的 當然之前也公布了刑警 大家都預測了這次也會有大幅的倒退 都可以留意的 因為這次的盈利倒退 反映上年年底的訂貨會 那個表現都不是太理想 甚至乎是有些經銷商 在之前訂了今年一些春天和夏天的貨品的時候 都有一個所謂Cutdown的情況 因為他們本身存貨太多賣不完 有些本身下訂的貨品後來都要退貨 都令到李寧的盈利和營業額方面 都有一個持續下跌的情況 可以看看存貨方面 和應收款項方面的周轉期的數字 我看到李寧方面的周轉期是加大了 即是他們的存貨量 即是去貨的速度是比較慢 以及應收款項那邊 都是能力比較差的 亦都有惡化在這裏 用了45天 便會變風力多45天 才能夠收回應收的款項 你這個數字又如何解釋呢 你見到所謂存貨周轉日 又或者應收漲周轉日 那個日數越多 就代表他對經營現金流方面的壓力就越大 你見到李寧那種的存貨周轉日 都有90多天 其實都屬於一個挺誇張的數字 今次的中期業績都進一步 是上升了20多天 反映了在存貨管理上 仍然還未達到市場的預期 當然如果比起之前那一年來講 今次的存貨的金額就沒有什麼再增加 反映了在生產的時候 都可能控制規模 不會很大規模地去到生產 但亦都留意 因為本身存貨周轉日數這麼高的時候 代表著去到今年下半年 都可能有些貨品還是需要減價 才能夠買得到 另外就是當一些經銷商 如果你說存貨太高的時候 李寧仍然還需要向他們回購一些存貨 看到今次業績上 存貨的撥避開支 又或者用來回購方面的開支 都蠶食了幾大部分的利潤 看回傳貨周轉期 以及應收款項的周轉期方面 似乎整體來說 做得最好的就是特補 是的 你看到特補 雖然你說在兩個數字上 那個日數都是升了 但是上升的幅度就相對比較小 那那個存貨周轉日 都只是輕微增加一天 反映著特補這個品牌的產品 可能那個銷量方面就較為好 實際上也是 因為你看到特補在過去那幾年 都將那個宣傳推廣的成本 就不斷在這裏增加 都希望不斷透過一些的贊助 一些的廣告的形式 去到令到自己的品牌 就更加是叫做出名 還有都希望打回一些年輕人的生意 所以都變相令到他今次出道的業績方面 看上來都是比較涼異一些 跟著我們看看 就是不同企業的店舖方面的數目 其實有個問題想問就是 李寧方面 其實見到成績比較差一些 其實是關了900多間店舖 但是看到361度那裏 本身已經是最多基數 最多店舖的一間 但是今年來講 又是增加了185間 其實這些數字怎麼解釋呢 因為大家都在那個市場 為什麼部署會這麼不同呢 剛剛都說過 這個行業似乎去到今年下半年 都未必說這麼理想 當中李寧也發表了刑警 就預計今年下半年 那個的訂貨的數字 都是有個雙位數字的下降 當你看到這些訂貨金額 不斷是要下跌 還有存貨的周轉都是比較慢的時候 再要開一些新店舖 我覺得就不是一個很明智的舉動 當然可能361本身打的一些城市據點 都希望滲透到一些內地的三四線 甚至乎四五線的城市 那些城市都是沒有什麼舖的時候 去開多幾間都是可以接受 但是都要留意了 究竟在這個開舖的同時 要付出一個比較高昂的起始成本 包括請人、裝修、舖租等等 究竟如果你說到今年下半年 當那個行業需求仍然比較低迷的時候 會不會這一方面的開支 會進一步令到盈利有壓力 除了這方面的數字之外 如果當投資者想分析 體育品股方面 還有什麼數據我們應該要留意 我相信都可以看一些不是量化的數字 包括在過去一年 在奧運會的時候 究竟他的贊助對象是哪一個 因為你看到打開他們的業績 都看到他們都拿一些所謂贊助人物 做一些封面 當中361度就贊助了我們中國 就是游泳拿金牌的選手就是宣揚 如果你說這些贊助的球員 或者一些體育的巨星 真的能夠拿到獎的話 對他的品牌的幫助都相對比較大 另外特部也是贊助到很多中國的明星 還有香港渣打馬拉松的比賽 都是由特部贊助 這個對他的品牌來講 都是挺大的幫助來的 但是相反你看到匹克方面 他現在主打的贊助對象 都是NBA 即美國籃球協會方面 一些三四線的球員 個別球員基本上就是全季 都沒有什麼上陣時間的 如果你說他拿這麼多資源 去到贊助那類 也不是那麼出名的球員的時候 我就開始質疑 究竟他的效益是否真的這麼高 謝謝Jason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Jason在身邊 家庭觀眾就不要走開了 我們休息一會